I can do 今天有哪些精彩的零食技呢 马上来看看第一组选手 首先第一组蹲场的是摔角手系列的Tina加上杯面 这个连续技是用于重量级以下的对手身上 玩家要注意的地方就是杯面出场之后 其中有一段上PP的地方 这里如果对手靠墙壁太近的话 会出现爆强的效果 虽然包装的威力比较大 但是这样一来啊 后面的连续技也就接不起来了 所以一定要特别注意才行哦 一样是Tina加上杯面 现在我们看到的是对所有角色都适用的连续技 当你遇到重量级对手的时候 就可以用这招来对付它哦 这招属于上一招的变化 两者的差异在于最后Tina出场之后 原本是先前鞋上P 再接转半圈摔 在这里就不用那么麻烦咯 直接使用转半圈摔来做结尾就可以了 当然了对手没有及时起身的话 还可以来个减摔哦 接下来出场的是 哈亚布萨搭配哈亚特 同时这也是介绍双人连续技以来 第一组两个出场角色都是男的 这个连续技适用于中量级以下的对手 要注意哈亚布萨的背对后K不能爆强 不然后面会接不到 同样的组合遇上重量级以上的角色 只要把哈亚特最后出场的PPP 后面接下来的PP前PK 改成更简移的前PK 就可以完成整个连续技 对所有角色都适用哦 看过了两个帅哥的组合 接下来当然是美女组咯 阿亚内加上KASUMI这招连续技 适用在重量级以下的对手身上 但是必须要以对手中段踢的反击来开始 至于是哪种反击 就只差别在于伤害力而已咯 遇到重量级角色 一个中段角踢过来 阿亚内只要反倒之后 就可以利用上一招的变化 来对对手造成相当大的伤害力 唯一不同的就是最后的PK PPPP要改成PPPK 千万不要忘记咯 HITOMI搭配ARIAN HALL 一样也有类似上一招的连续技 而且难度也不高 这招是轻量级限定的连续技 也是从反击对手的中段踢所开始的 不过HALL F加K不能爆强 要特别注意 如果遇到重量级的对手 玩家也可以把上一招的最后面 原本前斜下PPPK的部分 改成前斜下PPP就可以接完咯 当对手是重量级的时候 玩家就必须把A6头的前斜下级7P拿掉 改成前斜下PPP来完成 至于对所有角色都通用的连续技 招式就没有前面那么多了 是不是很简单呢 今天的最后一组选手 石关掌以及Bright Wong来咯 这招连续技适用于中量级角色的身上 在这里玩家要特别注意的地方是 Bright Wong的前斜下级7P 把对手打到扶空之后 对手要比较靠近墙壁一些些 这样一来 后面的连续技才能接得到哦 如果遇到的是重量级以上的角色 那么玩家不法换成现在的这招连续技 一样可以造成对手很大的伤害 下周还有更多更精彩的连续技 喜欢圣死格斗司的玩家 想成为高手吗 那就千万不要错过咯